来到位在台北市松山区的台北偶戏馆二楼 可以发现展区分成长设展与特展两大区块 长设展小小偶大世界 除了有民众熟悉的布袋戏、皮影戏 更有来自欧洲、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戏友 馆方还特别以互动方式呈现 打造布袋戏舞台 让民众动手玩偶戏 台北偶戏馆主要在1998年 台原艺术文化基金会林金甫博士 然后他将将近5000尊的戏友捐赠给台北市政府 然后当时候就仇设了这个台北偶戏馆 那目前的馆场有将近4700多件 那他的范畴呢 包含布袋戏、玄师傀儡、皮影戏等等戏友 那目前如果来到我们偶戏馆 都会看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长设展 那我们也让观众可以知道 大概布袋戏它的历史脉络是什么 然后另外可以进到我们的皮影戏的世界里面看到这些 不管它是中国的台湾以及印尼的皮影戏友 另外有一区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去动手去操作 让你们感受如何在操作戏友的时候 所需要一个平衡跟细腻的动作 我们每年目前会有两档的特展 那主要是以我们馆内的一个典藏品 像现在这一档特展就是我们台北偶戏馆里面的一个皮影戏的一个典藏品 我们希望就是让透过一个展览让大家知道这些得来不易的一个文物 然后相关的活动就是应运特展而延伸性的工作坊 就是透过这些活动手作的课程去感受去体会这些戏友 它的一个制作过程也好 或者是它的一个概念也好 民众来到台北偶戏馆 除了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精致戏友 也能了解古今中外的偶戏文化 下回不妨来台北偶戏馆参观体验 感受偶戏的乐趣 记者王一勋台北报道